今次可以衝出香港 去到日本 去日本做什麼? 就是去逛逛相機店 帶大家去看看不同的中古相機 鑽洞鑽洞 找一些舊相機、新相機 逛逛一些店舖 你知道在香港我們都經常逛星際 去到日本就一樣找一些店舖 逛逛咯 一間就是這間大林 這間大林阿叔就說 等於我們香港MAK Camper的地位 我們先進去看看 今次就多謝阿叔 在日本就專程帶我們去看不同的相機店 先看看 先看看 OK 好 我們進去看看 一進去 就見到有個來卡專櫃 這個來卡專櫃 放了幾層都是來卡的產品 可以慢慢看 其實一進來 我只是拍了這條片 因為我自己都看了一些 不同的中古相機 跨著買東西都不記得去拍片 所以一會兒看一看他的網站 這個他的網站 看一看他的網站 裡面有些什麼可以看 其實日本人做過店舖網站 都做得非常之美 你會見到 如果你不懂得看那個網站 那些日文 其實現在都很方便 你只要去翻譯它 即是只要去轉回來 都會翻譯做中文給你看 在網站那裡 都有不同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 有所有他賣的產品 價錢 你都會去看到 還有 他的網站 有條短片 其實都可以值得去看一下 其實他們拍這些短片 其實拍得都挺漂亮的 我又覺得 介紹回他們店舖裡面 究竟有些什麼買 還有 介紹回店舖的環境 這樣 我們先看看他的短片 其實這條短片和我當日去的都是一模一樣 其實他的服務招呼都非常之好 日本人都出名的服務態度 都非常之高質素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二間 第二間就是白庫寫真機店 這一間都是買一些中古的相機 地址都會寫在這裡 進去之後 他的中古相機都非常之齊全 你會見到 真的擺得很整齊 日本人的店舖都不會說 擺得非常之亂 都是分門別淚 所有的東西都是 我覺得這間店舖很漂亮 我亦都在這間店舖那裡 買了一支 NICON的鏡頭 一會兒可以給大家看看 究竟我買了些什麼東西 其實 現在圍起的紙水都非常之低 去到 好像都沒有5 接近5 所以去日本買鏡 買中古鏡 買機都是非常之划 推滿稅 我們又看看他的網站 其實這個網站跟剛才一樣 都做得非常之精美 我又覺得 我們一路下去看看這個網站 他們有百貨 其實都有不同的分店 剛才那間其實是一間總店 看看他的網站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服務 有不同的產品 你可以看看 亦都呢 所有的產品 都會 丟回上網 給大家 去看看他那個 情況 即是看他的那個 新鎮度 這樣 有不同的店舖 我按一按進去 看看剛才那間 就是這間店舖 其實都是一間總店來的 總店呢 真的比較小一點 可能歷史就會比較長一點 下面呢 也有地圖 介紹一下 帶你們怎樣去的 非常之方便 其實在日本 周圍看相機店都非常之方便 好了 我真的買了這支鏡頭 其實呢 都是9800日圓的 給10,000日圓 都有找的 一支是一支 Nikon的2845鏡來的 好了 去到第三間了 這間呢 這間呢 就是梅田相機服務 這間相機店叫做 那都是呢 我叔呢 因為都住日本 梅田攝影服務 這間叫做 那我叔呢 就住日本 那他以前都是一個攝影師來的 那所以呢 都是呢 很熟悉那些 日本的相機店 那所以呢 都可以 很方便 即 所以呢 都可以很方便 這樣帶到我們呢 去不同的相機店 去看東西的了 這樣 進去呢 其實都很多中古相機 那 有新有舊 我這間店 都是 我們去看看 那還有呢 日本的相機店 我覺得呢 都個規模都幾大的 那 擺的東西 跟剛才都說一樣 擺得很整齊 很有規律 同一類別的東西 擺在一起 同一牌子的東西 擺在一起 你都很容易去找到的了 那很多Nikon的 舊機舊鏡 二手鏡 那樣 那這些呢 我最喜歡看的了 那 他們的價錢 也都非常吸引 那 除了這說 還有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品牌 就擺在這裏 那 還有 新機新鏡 那 新機新鏡 也都是 計算起 價錢 你們大家自己去計算一下 那 可以看一看 價錢牌 那你們自己去計算 那究竟 好不好過來買呢 那 都是看一看 他的網站先 那 網站都是非常之吸引 那 都很多 這些 不同的資訊 是關於店鋪的 可以給到你的了 那 他呢 亦都有一條短片 就拍了 那我看那條短片 的時候呢 留我不懂聽日文 那 好像就說 這間店鋪 都 有 多久歷史的了 那樣 那 那 那條短片 都是拍回 他的那個店鋪 裏面 應該呢 就說呢 是不是有七十年歷史呢 那樣 那 留給一些 認識日文的朋友 告訴我先 那如果歷史這麼悠久呢 去買一些 中古的鏡頭和相機 你呢 亦都賣到好多好東西 很多 -... 都看了許多不同的資訊 都講得很詳細的 我覺得 日本人做他的店鋪網站呢 也做得非常之詳細 好 那 最後 Gol 到這一間呢 就是一間 比較困難一些的相機店了 因為呢 它又不是 這是地鋪,要走上樓的 這間叫OS Canberra Service 要上樓的,進到電梯 就好像一些住宅區 去到11樓 按阿叔的指示就去到他門口 當然,拍了門才 告訴他我們拍片,才好進去 進去這間店鋪,非常之震撼 因為他裏面的貨 是很多很多貨 而且裏面的貨是很新的 還有他們的貨的種類 亦都很齊全 除了日本品牌之外 其實他收藏不少的 來卡鏡頭和相機 還有他的收藏品 即是他的收藏量 亦都不小 你看後面整個專櫃 整個櫃都是來卡 3F、3G 你看,量是非常之多 下面鏡頭分門別類 做得很整齊 非常之多 M4啦 很多部 還有很新正 所有東西都是 我都拿過鏡頭出來看 非常之新正 他保持一些貨 真的 這間店鋪真的值得去看一看 這間店鋪比較難找些 這間店鋪真的 但是 都在大阪的煤田裏面 但是 怎樣去走進去 去上樓 這樣 即是靠Google Mac 即是有自己Google上去 嘩,他的拉卡貨 真的有多多 我看看他的網站 我當日看到 他都很努力在網站上鋪東西 我都看到他 他的網站比較簡單 沒有說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但是網站按進去 所有的產品都會在網站上 展示出來 那 拉卡的產品 都是 逐樣逐樣的 展示出來給你看 那個 價錢都會在網站上 那 當然 你如果去到大阪的煤田 真是親身可以上一上去 這間 相機店那裏 可以看一看 其實他們都非常之 nice 這間店鋪有一樣東西 進去要脫鞋的 避對拖鞋你穿才可以進去的 那 那 去到這間 就是北川 北川店 北川爛波相機店 在爛波這個站 在爛波這個地方 這間店鋪真的非常之舒服 那 那 北川相機店呢 就真的非常之出名 那 有新貨 也都有舊貨賣的 新貨 新貨的 存量非常之多 舊貨呢 舊貨呢 也都是有一些很經典的產品 在裏 例如 拉卡的所有 很經典的產品 都會在 北川這間 店鋪 這裏 可以找到的 等一下 拍了少少片 那 整個拉卡的專櫃 Ebruary來的 割分了一個部分 去擺拉卡的 那 這些呢 只不過呢 就是一些普通的 來卡相機啊 那樣 你可以見到 他有一些呢 真是一些 非常之難得 見到的 鏡頭和機呢 就擺了在 另一個櫃那裏 那裏 等一下 都會見到的 那樣 就是這些 Badpink Badpink的機 很多 他有很多收藏 在這裏 那 還有一些 Badpink的 鏡頭 黑漆的鏡頭 51.4 黑漆版 真的非常之少見 這些鏡頭 真的 他都會放在 專櫃裏面 如果真是找一些 高價值的 或者一些很少見的東西 這一間店 就滿足到你了 無論一些 頂級的 很罕見的 鏡頭和機 但是呢 他也都有一些 其他品牌的 二手貨 都放在 非常之齊全 價錢呢 其實都很合理的 非常之齊 所以呢 你走這間店 走得很舒服的 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 你都可以在這間店 那裏找到的 還有 他有其他的服務 好像有個地區 你可以坐在那裏 可以在這裏 看下爛波這間 北川相機店的網站 嘩 這個網站真的做得 挺漂亮的 很多不同的資訊 可以看到 還有很舒服 看到 還有一個 Leica專門 告訴你們 他的網站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坐得很舒服的感覺 可以坐在那裏 慢慢去看照片 這樣子的 很多不同的服務 可以看到 這間公司 不止正是賣相機 還有最後也有個地圖 大家都可以在地圖那裏 找到這間公司的 好 帶大家去看了五間的相機店 有賣新的 亦都有賣中股的 行相機店 真的非常之開心 因為見到很多想買的東西 還有 剛才也說過 日本的日圓 真的很便宜 非常之吸引我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 不妨去這些相機店 看一看 那我就打算 都可以開一個旅行團 帶大家拍照 約日本模特兒 去拍照 拍風景 都非常之好 那我就組織一下 一有消息 就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